台市新闻已连续两天报道了在高雄县公有地被占领的事情 而事实上今天在高雄县的岗山镇就因为又是一件公有地要征收使用 而发生了激烈的民众跟官员之间的冲突 据记者周传九在高雄县的报道 高雄县岗山镇因为都市发展快速 交通流量增大 现有的道路已经不复使用 镇公所于是要将阿宫殿西两边的公有地开辟成道路 但这些土地上有数百户伪装建筑 镇公所经过查估赔偿之后决定在去年七月动工 但由于民众认为估价不公以及开路方式不合理 要求再行商议一直延到现在都还没有动工 镇公所为了如期施工已经决定在明天进行拆除 但今天却遭到民众激烈的抗争 部分的民众要求对第一次查估之后所建的建筑物重新估价 另一部分则希望把拆除的时间再顺延到26号 也就是省议会接受陈勤的审查日之后 但是得不到镇公所的同意 于是一百多位民众今天就以大批的鸡蛋 分别向镇公所移镇长的公管投资 刚向镇长王耀庆表示 拆除的工作不会受到影响 至于镇公所和住宅被毁损的问题 他表示还要保留追溯权 并非打算是一百多位民众的审查